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一开始的 农前农苏布桑和修路行丹湾 有这够赏 我们的第二段奉务的来宾 是食农教育港澳上很出名 不过很久没出现的谢老板 谢生佑先生 这都是好时机的冲办人 要来跟我们说 农三片加工的妹妹哥哥 机会太难得了 像现在五六点这个时间 大部分的朋友都要准备晚餐了 对很多家庭而言 都是趁着周末假期 才有空出门采买 填补冰箱空缺 这一天 大米在台北的水花园有机市集 不仅看到从各地来的有机农夫 正忙碌的 贩售自家产地直送的农产品 也有不少消费者 把握机会来采购 不过 还有一个 穿着志工背心的身影 在帮忙农友摆摊 大米觉得很好奇 这个市集里 为什么需要志工啊 上前一问 原来这位是建国中学的 曾庆林老师 她以身作则 将食农教育 从校园 从菜园田园 到农夫市集 处处延伸 我们快来听听 老师的发现 相信你也会有很多收获 水花园的这个设计 也蛮不错 就是她排了一个志工的 这样服务 这样来照顾摊位的 这些农夫 也有个喘息的服务 是不是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他们一直很客气 说可以给他们一个 喘息的机会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回 一些农业的知识 回去再分享学生 因为我是建筑的老师 那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 有种植 就是小田园有种植 那在种植的时候 其实真的自己 是一边种一边学 那来这边跟农民交流了以后 也可以有更多的 农业的知识 或是蔬菜作物的知识 因为我也是一个家政老师 那有一些菜啊 怎么样 新的品种啊 又什么 像今天那个 整个有机的黑的甜玉米 它整株都是黑的 连里面的那个里面 都是黑的紫黑色的 那这就是新品种 那来这边就会看到 非常多新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来这边 有个跟他好处是 因为这边的东西 它都是因着季节 真的就是随着季节 有不同的蔬菜 那你就会更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蔬菜 它的季节是什么 那我们说吃在地吃当季 那又可以让我在我的 那个家政的专业里面 有更多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我是来学习的 从你旁观者的眼光 看这个市集 你觉得有机农夫 他们比较辛苦困难的地方 有哪些 我自己在看 其实是绍首这一块 对因为虽然这个是 还蛮稳定的市集 但是其实如果你去比起 一般的菜市场 其实那个人潮还是有限 但是我相信 其实有些时候 人家想说 你不用走得很快 但是你慢慢走 说不定你走得更稳健 对那在这里其实 就我知道这个市集 已经很长久 所以它算是台北市 还蛮稳定的一个市集 只是我自己觉得说 有点可惜是 台北市这样的市集 其实还是算少 对因为比如说 田里有脚印或什么 可是那个点 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多 那为什么点没有办法多 我觉得是一般的消费者 他们很多人 还没有这样的观念 比如有些人 有时候会遇到 有些人就会说 啊怎么这么贵 菜场一直在多少钱 什么 我觉得这个观念 可能要慢慢再加强 因为你 其实像我们自己种过 你就知道 如果你今天 都没有用一些农药 没有用怕肥 你要让它 能够好好的长大 然后要克服那些 宠害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 产量就是受险的 对那所以 如何让消费者 都能够去认同 这样的一个理念 比如说像我自己 我在买菜 我就发现说 哎有机的蔬菜 因为它完全没有喷水 它其实是比较耐放 对职业妇女来说 我们超方便 我就买了一个冰箱 一个礼拜都有菜吃 对可是如果是市场的 或者什么 完全没有办法 对因为有时候 忙没有办法过来的时候 我就会买一些市场 可是那个菜真的 就是没有办法放那么久 可是你相对的来讲 哎你买的 你都可以好好的把它吃掉 而不是放在冰箱 来不及煮 然后就烂掉 我觉得慢慢大家 能够去认同这样的理念 而且你说 今天东西这么便宜 那么付出什么 当背后隐藏的成本 其实如果消费者 能够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我相信对这些小农来说 他也更愿意 采用一些友善的方式 因为我自己是农家子弟 以前人家常常讲说 啊你看那个 南部人啊 那个你看种菜这个 我们没有喷药的 比较丑的给自己吃 啊那北部人 陶北戏啊什么 可是可是我就说 你有沒有想过 喷农药的时候 谁吸最多啊 对因为小说在乡下 其实还蛮多 那种邻居有时候 他们就是可能肝癌 或者是有时候 农药的急性中毒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对他们来说 我说如果他种的东西 丑丑的 有人要买 可以不要喷药 他为什么要喷 对他为什么要喷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消费者的那个兆育 还需要再加强 所以您现在就是肩负起从 高中 国中 高中 高中的时候 对就是希望搞定他们 对对对 而且回去影响父母亲 对对对 你觉得那个影响力 真的是可以 看得见的吗 是其实我们在学校的一门选修课 永续的餐桌 或是在家政课里面提 有的孩子就会跟我讲说 我回去都跟我妈讲说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要怎么样选择 然后他 有的孩子会跟你说 上完课以后 他其实在吃东西 我就说其实现代社会里面 吃这件事情被过度减化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吃饱 他没有去想到说 你吃一口食物 背后的影响是有多少 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 然后因为你吃这口 你会有什么样的 食物是谁生产 然后怎么运送过来 然后他从哪里来 其实许多时候 我们都忽略了这件事情 那他就是说 很多学生跟你回馈过 老师透过你这样的课程 我在吃的时候 我都会再仔细想一想 我今天这个东西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什么之类 那好好的选择 只要你可以选择的时候 你就好好的选择 很棒的ending 谢谢曾老师 谢谢你 天气越来越热了 要介绍农村小旅行 还真是个挑战 今天我们就到国境之南 大破越南部越热的迷思 在屏东县万蓝乡 有个平静的小村庄 叫做五沟水村 位于屏东市区的东南方 它是一个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 指定的客家聚落哦 这里就是沿山休闲农业区 而你只要沿着中央山脉山脚下的 线道185号公路 由北往南直直走 从景点到住宿 一路上串起了休闲农业区里的 人文地景 还有这里的农产类型非常丰富 水果作物包含香蕉 凤梨和莲雾等等 气候呢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又是在高山脚下 所以这里的咖啡和可可 也是很有特色的物产 还有一个特别的农场 叫做更新自然农场 这里种植一种很特别的果实 叫做神秘果 神秘之处呢 在于果实内有特别的酵素 最有趣的是啊 吃下神秘果之后 你马上吃一片柠檬片 柠檬的酸会瞬间变甜哦 这种惊喜 一定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最后是一个能够让一家大小 在大自然里快乐玩水的地方 叫做林后四林平地森林游乐区 这里除了树林和丰富生态 还有一个二丰郡水道 这是夏天最受欢迎的地方 水道的深度只有数十公分 小朋友甚至能整个身体趴下来 享受水流 消暑又安全 水峻旁的大草坯还可以野餐哦 怎么样 一家大小到万篮乡的延山休息农业区玩耍 小孩子放完店 大人充饱店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吧 下一段节目访谈的来宾 是一位很爱挑战人类惰性的谢老板 谢生佑先生 也是好时机农食整合的执行长 菜市长共同购买的创办人 讲话直来直往的他是台南人 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 今天呢 他要用一口流利的台语 跟我们谈小农朋友们 做农产加工都需要上的一堂课 小生产者自主管理 准备好了吗 谢老板驾到咯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你等着想听的是青龙市集 Unair 这部我是大米 今天一开始 我们这部的丹丸进行 留在电斗边 我们一开始就要先听 小市集大通路 长长在这部中都会跟大家说 最近有一个新的通路 就是一个很赞的通路 是什么 让大家买买东西的时候 知道说 透过买东西来支持困境 来支持生产者 来支持地球 对吧 做出我们很好的困境 所以今天的通路 摆在头前是因为 今天的来宾 很恐怖 他的通路很厉害 他就是好时机的创办人 人人都叫他谢老板 谢生佑先生 所以这我们先为 好时机的这个通路 先识识 谢老板识识 好时机后 今天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谢老板 这个谢老板 谢大家要怎么说 谢啊 现在啦 现在是吗 现在老板这样听到 就训调 跟那个 海绵宝宝里面的谢老板 整个气势不一样 现在老板有人这样叫你吗 没有啦 都说 都 很多人说台语啦 好 为什么 你心里 算 算帅 所以就 让人 叫做谢老板 是 那问题都 感谢的 是怎么变 今晚 就因为 海绵宝宝 没得到 大家看到海绵宝宝 都都谢老板 是 而且谢老板是不太讨喜 但是你这个今晚 不理他讨喜 那是好时机 对很多朋友来说 好时机 这个时 不是时间的时 是时务的时 请今晚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会 做好时机 应该是说 有一段故事啦 重点就是说 我自己也感觉 其实我们都希望 農民去做 新参加做一些改变 还是做体型 但是 如果我们没有 把后边的 通路打开来说 其实对新参加来说 人要体型也有困难 做整宝就 做会大 是要买什么 是要买人 买贵都不知道 还是没法度去改变 是 我知道我比较尖对 所以我比较射于这种 议题性 议题性的通路 就是说 我会尖对 某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 我希望新参加 去做什么改参 后来 我会去找 失踪的配合 的 消费者 过去 我们是 含社区 但是社区的 社区也有缘 对新参加的改变 改参 接着 接着不起来 所以我现在找的 都是比较企业的通路 就说 这个新参加 要改变 他有 他要 投入的身份 他改变 有他的 改变的方向 我不是说 在那些经济上 去支持新参加 不是啦 是说我用 采购量 我给你采购 但是你爱改变 就是你爱 一些做法上 你要提醒 你要改变 用这个方式 不过你这个采购量 有能够给你 撑起来 那也是不简单 所以要看啦 你说有的 较大型的 新参加 它的量 很大 那也不是我 有能够 有能够 适合 所以我会 找我 可以做的 题目 比如说 什么 比如说 我们做 很多就是 一般 较小型的 農民的杠工 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 这个主题 其实杠工 我们知道天然手作 其实很好 这些農民 都会一些过剩 的手作 但是我相信你说 手作不是乱做 对吧 我是很极其说 现在这种 小型的新参者 自己去做的 这个小型台 多样性的 这个小型的加工 这其实有它的优势 因为什么优势 它的创新度 其实很高 它课实上去 我相信你说 小生产者的杠工 小农 杠工 它最大的优势 是什么 一箱手 你做 你什么死人 骨头的 我怎么做 你今天的工程 用机器的 就不一样了 不好意思 我机器就是这样 我的制程是这样 你把我换完 我不行做 对 这是其实 是稍微 我们现在 很大很大的 特殊 但是我们这段 我们并 没有很好的管理 叫辅导的机制 所以他做的 东西不稳定 我们说果酱来说 農民是什么 我这个果酱自己做 都是天然的 但是因为是天然的 所以我每一罐 每一批做起来 味道都不一样 我跟他说 不是 那是因为你乱做 不是手做 如果照我这样说 因为我手做 每块做的味道不一样 这样你去米其林餐厅吃 应该每档 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但是我会这样买 是 米其林餐厅都手做 但是出来的味道 风味是稳定性的 所以说明是什么 因为你这个手工来做 你如果有做真好的控制 它可以做到品质很稳定 这开始执人 这有方法 这有方法 像你做果酱 你会让滤沸点 去控制它的糖度 很多 你会让透过有方法 比如说你含这个90%的酒精 你会让调匀 对调去测试它的果酵浓度 我要说 这有很多方法 可以让你去控制 你的品质是稳定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商品的新生 它比较没有这个主要 去合作 所以品质现在做的 比较稳定 这很可笑 它应该说是很有优势的东西 它变成是很变成的无优势 这是第二个 第二是食品安全的管理 是 其实这个商品的新生家 它要怎么做 可以让它说 虽然是一个不是加工穿的环境 但是它做出来的东西 在食品安全 也是可以得到标准 这是有方法的 我买了 我们就是都履宿 做这些工作 去合作 但是我后面就要找到 有人愿意买 不然你对新生家说 我改变这个 我应勸你 你做东西 不然你挂手套 不然你挂口罩 我现在挂口罩 没有我带着手套 带着 对他们来说 我的生产可能速度都变慢 不流畅 对他们来说 多么麻烦 我多么麻烦 是要做什么 到底市场 有人这样输求 所以这 可以把销售料 行善 能够接上来 那我后来这两个 不要花力气 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是属于 议题性的通路 它不是像一般 是 我们今天的节目 邀请的来宾是 House Food 好时机创办人 谢生佑先生 吉马老板 不过他不是买吉马 他是因为 谢老板记得绰号 是 长期都在关心 台湾农业 还有食品加工产业的问题 你都是在处理 我们农业产业 很核心的问题 还有市场上运作的缺陷 比如说不透明 这件事情 那你能谈的事情 太多了 我们觉得 有机会的话 应该还要再延伸 但我们今天先聚焦在 最近有推动一个转换 听说 有点有一个转换 我当时有follow你的FB 你说 总算看到一点点曙光 感觉是在我们欢喜欢喜 这就是针对 小生产者的 这个立砖法管理 小型加工厂的部分 你可以帮我们 分享这个事情吗 砖法的部分 我们这里应该是跟我们说 农委会要订 这个农产加工的管理办法 这是法律上来说 叫做特别法 你只订了这个特别法 就是农民的加工 某一种形态的加工 就可以脱离我们现主席 以食安法的规范来管理 这样有什么好处 不要说好处 这样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农民的加工 是没法复合 现主席食安法的法令 所以用这个 做一个解套 简单说是 但是其实这个厚厚 真的关系到的问题 是说小型态 小型的食品加工 是因为说 刚刚台部份小型的食品加工 都是农山品加工 所以砖创 农委会 把这个问题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问题 但是概念上是两个问题 我说这是一个一线曙光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 因为台部份的小型加工 都是农山品加工 所以他用这个 农产加工管理办法 来做这个处理 但是可以解决到 多大的问题 其实说 坦白说第一 改变可能有什么油痕 比辞说 因为农委会 所以他管理的对象 一定是农地 其实是说农地 上面的行为 还是说农民 但是很多农民的 农山品加工 不是在农地上面 在哪里 自己家里 对 不一定他做 因为他没有做 谁做就出来了 这不好意思 农委会不能管 哦 那这几谁管 什么人管这种 理论上 理论上 这也是要叫熟食药树 管 但是食药树会管吗 不管 因为管 没有那么多人管 那里 所以这变成一个灰色地带 是 现在 目前里的状态 过是说 这状态的方法是说 在这个农地 上面的农产加工室 在这上面的 加工行为 某一路 的加工行为 没有开放全品项 第一 第一阶段 开放部份的品项 这个部份的品项 以这个 农产加工的 专法来管理 但是一定会有 很多的 很多的问题出现 我加工品 现在生成就没人在管 所以我要是 照常生产 照常买 还是怎样 我要高兴 现在会有 一个专法 了解了解 你做这个也像你说 这农民一定反对的 反对 你现在没人给你管 你要让管 其实这是 我的考案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你 办这个小型 生产者的自主管理 就是说生产者 要怎样 自己管理 自己品质做得好 我仅仅这样 大家来报名 上去都很多 我的经验 是其实农民 还是在生活 那都几百人来报名 大家都很愿意 做得好 我这次 我你开的火 那些农民说 我们也不想偷偷摸摸 我们很想合法 不知道法在哪里 其实我们对 农民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大家都没想到 没了没了 其实很多 都想要做得好 第二 我们现在显著是 是叫做不违法不合法 人情统是违法 但是因为 没有人力去管理 所以都没人看 准备好 但其实对农民 也造成一个问题 他的东西 没有办法公民 政大正通路去买买 是 这对农民来说 他变成买 他们的加工品 就要 就要这样 因此合作 就是要 像在做菜 没有就自己去摆打 对啊 这样没人 那是没意思 其实 但是公民 自己这样粗暴 下去加工做 一定就是说 没符合 卫生条件 其实不一定 其实如果做得好 管理好 同样的 能做得比较好 我说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现主席的 这个食品 食品加工 在这个 食品加工的管理 我们有什么盲点 我记者的 我们就了解 我今天一天 我做100罐果酱 我会遇到的风险 教我今天开工厅 一天做1万罐的果酱 我的风险跟有同样 一定不同样 我一天做100罐 一天做1万罐 我遇到的风险 一定不同 风险不同 管理办法 有可能 可以同一头 那说大家很了解 还有记者的例 就越清楚了 我们今天去路顶走路 我们在交通上 使用马路 所有的交通安全法规 这个交通的法令 都是要为到 为后 大家的安全 不管你走路的安全 骑路的安全 塞车的安全 我今天政府也规定说 因为我为到 大家的安全 所以我不管你走路 还是骑路车 还是塞车 还是坐公车 都要在安全 你觉得这个有合理 不合理嘛 我走路而已 我地安全 不是要弄 但是我说安全 有可能 走路也会拨打 对 坐公车 也会紧急 刹车去弄到头 你说也会通 也是会通 但我要求 你坐公车 不要地安全 你觉得很合理 不合人情 不合理嘛 不合理 因为这个风险 没有这么大 你这样管理 但是 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 对加工 在新三社的管理 的理数 我不管理什么形态 大小 不好意思 我一头管理办法 我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 小生三社 如果不小心 留着出一个小事 他就用这个最大的法 那你只标签 不对 这个同学 看两万 你如果不符合GHP 那企条是六万 那法子是六万到两亿 我笑的 我这次开完 你开看看 你开这个法团开 你不怕菜 都给你拨 我牵牵你 不可能嘛 因为这 这不合理嘛 就像说你今天 你坐公车 我也叫你在地安装 也没合理嘛 所以今天 工民的 生产的 类型 其实风险 没那么高 他生产 都没那么高 你无需要用 管理工程的方法 来管理 来要求 无需要嘛 你要针对 他的这个 形态 生产平衡的形态 在我们食品阁中 有所谓的高风险 跟低风险 所以这个低风险的 食品加工 其实你应该有 另外一个管理的办法 这样我们叫做分级管理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 在食品安全管理上 没有完善的 分级管理制度 所以这个农委会 有着要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把农産品加工 拿回农委会自己管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说 因为过期这个东西 不是农委会在管 他现在 向上要拿我们的管 一定在那个制定 过程男便的手疏忽 会定了没那么完善 有一个管理 有什么好处 你有管理 你才能够配套辅导措施 你说你要辅导嘛 这对农民有什么好处 我们其实 不必烦恼 那不是 我们定的这一定 是都很复合 合理的 不像说现在这都没合理 你这个定的清策 然后农民做的 就是公民政大这个合法 你才能准通路嘛 是 当然我们希望农民 可以说 你后端的市场做的起来 你自己做的东西 消费处理 经济提升 这开始整个目标 是 大家都 其实农民也是在做事业 对吧 做事业不是在做公益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工作 当然是都可以协助农民 整个农业的行善 可以在这个说 当然我们是比较超友善环境 这些角度 那是你有善环境生产 也是爱 后边都可以变成是一个 可以永续的事业 这才是比较好的政策 是 其实你说这个专会 都会有不应 看着都会有进展 但是又不尽如人意 你其实还实在在做的是 这几年来你就一直在推动 修行山架 自己要自主管理的共学团 就是那你说 大家如果办讲课 讲座什么 就那么多人都 尽管你来偶像 这种的 这么需要去一直推动 修行行山架 他们的食安管理 自主管理 你就定义没有在那种 政府怎么做 那速度都感到太慢 我们自己想要做起 你都怎么来接行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这么重要 刚才我给你做后官 你别人也不知道 政府也不知道 我要时买不出去 有什么要时需要做 其实我们说实在 我一个好朋友 叫做哲家 我今天给他出面 店名 店名 他自己的公司 就是好生意 其实我在做这 很多工作 都是他那边执行 他现在要做这个工作 其实我自己也说 欠造农民 来 东西来买 不管是加工还是什么 但是买有自己的 也是害怕 到底我们这些东西 会有安全 真的吗 我们也是害怕 其实农民不是故意的 农民不是条故意的 不知道 对 如果说他不知道 那些东西做出来不安全 我们去拐农民也没意思 但是我感觉奇怪 都没人在教农民 要把东西做安全 其实很困难 其实不困难 都很简单 一开始只是说 我们在教自己合作的生产者 不然就说这些很没效益 不然我们伴一个工作坊 就大家这些会来讨 对 法家说其实大家都管理 都很管理 这很好 我觉得其实 自主管理重点 在社会家来说 叫做安全 实品安全 但有大家认识 那社会家来说 那社会家的安全 对他来说 他没有直接的感受 他不一定能够感受到那个事情 可是我要跟新三家说 其实当你把你的生产 过程的实验团做会时 你的品质本身也提醒 不然安全而已 为什么 因为你要顾安全 就是你的做做的过程 要标准化 标准化 你去控制我这个东西 是不是安全 当你的生产过程标准化之后 你的品质也都在稳定 就算你今天在家里做 你做的过程 你要做这个实验团的管理 你的管理 当然是管理 你就标准你的制程 所以我们教人的是一套方法 你就会分析你的制程 你会分析你的制程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哪个地方可以改进 当你开始改进 你的品质就抓起来 你就在市场上面 你就可以让人竞争 你就堆一个 叫做小农手作 变成加工之人 那个基础就不一樣了 所以其实重点是这个 我好说 其实台北分的 農民 台北分的生产者 都自己的相通 都自己很愿意来 来学习这些东西 你都如何去办这些消息 要为他知道 你的识字 我今年还办 我今年 我这三年都有办 我今年是 台北市现在有一个家伙 我是办得比较小型的 小型一家 二三个人 所以我都没有特别宣传 都在联网 因为特别宣传都会爆满 没有中队 所以头发很疼 我不知道要找更大的中队 我都基本的安全 食品安全自主管理 可以比较大 一两百人 两三百人 都可以只要找到中队 但是还是说个别的项目 就没法做 因为你果酱 我爱设备嘛 都爱设备什么 就不一定 我就办很大厂 要找那个地方 今年都会做 我主要 不是我 不是我自己的教 我不是本行 我们主要都会教 食品技师 还是食科的老师 配合 当然 这一开始 有一个食品技师 叫做谢富如老师 我们很感谢他 一开始就是 他看着我们 他涉造这个老师 他来告诉我 他是食品技师 他愿意来协助 那一开始 是从哪开始 慢慢的 后来又实在 现在食安办 朱林徐福 徐毅老师 像东方中心的主任 去找他 他说 这个东西很有意义 他也会到三天 后来又 Martin Martin是 国际的食安 在台湾人 在台湾人 他就都来 协助我们 做这些工作 现在 妈妈又有 加入其他的老师 所以给你们 又可以 陆陆续续 办一些工作坊 我怎么觉得 这听起来的事情 很重要 影响很大 有幸福的人 也很大 就只有 你说 场地不够大 就变成 大家都只有 一些人 这有 有更多的方式吗 比如说 遍地开发 全台湾 应该 大家有 一些串联 什么 我也是希望说 能够这样 就说 更多人 其实你说 来协助这些農民 做基本的 食品 小型的食品 加工的提升 其实这个工作 如果是一个 食品科学 分联出来的人 来说 都没有困难 这是说 应该要管理 跳来 做这个 部分的工作 再点名一下 点名一下 其实对我们来说 没困难 也没困难 有挑战 是怎么有挑战 因为一般 在学校 可能都是 加工趁务的 环境 现在等于 農民环境 我们这次 我们今年 最近 做一个 我们大家 这些朋友 包括这些老师 我们现在 做一个工作 那就很有挑战性 我们就真的 去做 这个 小型的 新三将 在他的 就地环境里面 协助他改善 那对老师 有挑战 对 因为你 你这些 科本教 是说 我的工厅 标准的 环境 影响 其实都很嚼 其实很嚼 这些 其实没有嚼 对 你要想出 办法来处理 这就不简单 在这些 实际一些 朋友 都有 真有 实战能力 这都 很感谢 他们 这 他们才 有实战经验 的人 因为偷偷去 现场 看这个现场 要怎么来改善 记住 如果在那些工厅里面 都有 分 我们叫污染区 准清洁区 到清洁区 你会加工 这个的环境 我们的法令 也这样 规定 我说 你规定 这个是 实际上 就不可能 整个农民 他的搜索区 有那些工厅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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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在客厅里面 完成 对 好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人们可以调整 说 今天我们今天因为是农民 你加工 所以我们的标准就 放得多 都在客厅里面 这样对社会 才有保障 你看到好像四季 其实不是四季 有方法 也是有方法 来丢进 我也很感谢 我们这些 食品祭司 因为那些老师 他们都很感谢 他们天想 想这些办法 许老师 尼泽马亭 咦 想想这些办法 有其他方法来改善 虽然隆民 家庭的环境 可能只在客厅 但是 我们可以用 时间区隔的方法 哦 比如说 比起来 我现在九点 比起来 我就相当于 污染区 我这个时间 在做污染区的工作 嗯哼 十点时间到了 我污染区 这些 哦 这些 这些 荣山品 我把它撞好 料我把它包好 房间变成清 我现在要进入 准清洁区的工作 我用时间区隔 来弥补我空间不足 嗯 这有方法 我虽然 没法做到 我空间不够 但是 我有法 用这个 变通的办法 来达到相同的 结果 嗯哼 那我再多 设计几个栏炸 设计几个管制 管控点 让它达到食品 感觉 这都可以设计的 这样担当起来的效果是什么 直接的效果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这个商品的生产者 在这个市场上没有地位 但是我想要转变 说商品的生产者是市场上有地位 而且这个地位很特殊 因为它的东西都繁荣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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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重点是真的有品质 你如果没有品质 你繁荣都还也不好 对 所以我们的协助 让它做有品质 这样小农或小生产者才能够变成职人 如果这要怎么变成职人 它前端要有很多这个 分量 协助 专业的 协助专业的支持 而且还可以变成一个市场上的需要 我们就是主要 你做这个 像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管理得好 我们的这个风险 降到是很低很低的 种控 我今天就算我今天要做一个 修形态的小股经济 购买股股等等 这是第二 第二是说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管理做好 我刚才说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管理做好 就会表现我前端的行善 都会用标准化 所以标准化不是说 机械的行善 不是我们今天的手作 也是都会把他流程 很清楚的制定下来 这借丁有什么好处 你以后要传承 有法导传承 对 不过你说我今天手作师傅 对吧 你要学你站在我的旁边学 才能看几宝也看不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借丁 记录下来 别人也很快传承 有让他就是用割 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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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可以做好 其实医药传承也是很好 所以我认为说 管理它的重要性 面向其实很多 有些时候 我们会做错误的逻辑连结 跟管理就是要量产 就是要在通路 不是 并不是 管理之后 你也可以为期 是很少量的行业 但是你把这个管理之后 第一 你对你的消费者 你有很好的交代 第二 你对你自己的制定 可以更有办法 第三 你要传承 你后边要传承 我会变成一个文化的资产 所以这是多面向的意义 我感觉 如果今天听这部的人 是消费者 就一定要自己 要去尽量 去follow好时机 因为谢老板 他们这样的用心 应该有时候 都会找到很棒的东西 应该也透过好时机的 农食整合平台 也可以设计很多 很棒的行业 对 消费者 台湾不是什么 比较疼 因为我 老板很想说 都要给我上课 有时候还要交代 说口 消费者对吗 是 我就知道 感谢今儿老板 谢老板 好 谢谢 今天小型生产者 自主管理的部份 我们下到这里 可以搜寻关键字 哎呦 我都没有关键字 你就是 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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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惠 实物的实 好时机 你不能说台语 是不能说台语 好 明天就没想到好识了 没想到好识了 谢谢今儿老板 谢谢 拜拜 拜拜 感谢你收听 今天来农村公布 青龙世纪 昂夜节目 我是林大米 想要听到 旧客座的农村故事 可以在网路上搜寻 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 我们下星期 晚上五点几十分 共同在会 拜拜 拜拜